大家好,本期给各位小伙伴带来一场远古画质的比赛 这是25岁的奥沙利文与金左手威廉姆斯之间的精彩对决 奥沙利文现在落后59分,而台面只剩4颗红球,最高也是59 火箭想要逆转,4颗红球必须全部吃黑球才有希望 并且最难的是,这4颗红球还全部处于低分区 因此,火箭的每一杆走位都需要准度以及长途跋涉的精准走位才行 极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奥沙利文认识凭借自己强大的控球走位 实现单杆青苔完成了精为天人的力转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下 25岁的奥沙利文是凝则做到的 因为画质的问题 冯凤帮大家标注上目前桌面上红绝的分布情况 以便大家观看 上手便是一个犀利的低竿 白球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 两库之后成功叫到绿球 看到最后白球的落位后 即将停下的掌声又再次响了起来 男人连度观看 club players dream about having that kind of Q power don't they and he needs it again here 8 I think he's come too straight on the obvious red 八 现在上轿过去地位 I should take the one that's nearest to him Phil which he is Straight up and down the table well I'll tell you what like you said this would be an amazing skate 9 9 1 1 1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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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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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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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5 6 6 6 9 6 6 还是没有进 这次给火箭留下一个中带保护球机会 火箭能把握住吗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台球的冯凤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